比较拥挤的一些场合的时候 一些女生也会被 弦猪手 当时会觉得 哇塞 这段经历真的太刺激了 庆幸是当时去的 因为当时确实 大学生她不太懂 不知道那个地方挺危险的 同时又比较庆幸是那个时候去 是因为 会来到安卓肘肘的频道 是杨宝妈 从上海到台北 从女士到YouTuber 不变的是对生活的观察和观点的分享 今天要为一个美人见面 今天呢 我约了一位我的大学闺蜜 来供下我们的午餐 为什么要找我这位大学闺蜜 一起来拍一支影片呢 是因为她身上 其实带了一些反差 她一方面呢 是一个非常爱探索世界 喜欢全球各地到处跑的一个人 然后她现在呢 又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 也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小城市 湖州 在发展她的一份小事业 所以呢 我们大会一起来认识她一下 我的名字是Yue 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中国 叫湖州 这是我的家庭 去开始我自己的韩国 他从大二的下学期的暑假开始 他就开始往印度啊 毕业又去过巴西 非洲啊 去美国留学 读了两个硕士学位 对 他说你怎么会想到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 暑假就去印度玩 机缘巧合的一个契机吧 当时那个大学的社团 正好有一个组织叫i-psych 然后他们是专门匹配学生 到海外去做一些 支援者的一些服务 那这些国家 可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然后都是一些 平时我们可能都不太 就是不太会去到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印度啊 乌克兰啊 巴西啊 土耳其啊 这些 就是在我看来 就非常具有 抑郁风情的一些国家 所以我就 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也想要 借此机会 能够去体验一下 不同的人生 去做一做 知人者的一些工作 那在印度的时候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回来以后 应该是受了 20斤吧 为什么会这么瘦 在那边因为火食不太好 然后每天可能也就只能吃两顿饭 它是联合国的一个项目 没有提供太多的资金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多的 就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支援者 全都是挤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是对火食不能要求太高 对对 就一天只能吃两顿 它能吃饱吗 基本上可以吃饱 因为它那边就是吃咖喱会比较多 也比较有饱腹感 你有去印度的哪个城市啊 摘普尔的那个城市 它算是一个旅游金三角中的其中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对印度的印象就是说 印度的这个女性地位低下 然后可能治安上不是很好 是这样的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回头再看这段经历 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当初胆子那么大 能够一个人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因为印度就是对女性的这个地位 相对来说会比较歧视嘛 然后你满大街的去放眼望去 你实际是看不到一个女性的 然后包括那个餐厅 然后这些商店里的服务员都是男性 几乎女性都是待在家里面的 所以我们那些外国人走在街上 街对面的那些印度人 特意跑到我们这边来 跟我们打招呼 跟我们握手 他们就觉得就很稀奇 就见到我们 当时出行的时候是整一队 大概有七八个人一起出行 才会觉得会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 治安呢 不太好 当时去的时候 我自己是丢了一个单反 好像是被偷的 然后我们小伙伴就是坐火车的时候 一个晚上醒来以后 发现他们的这个行李就已经不见了 然后我们去到一些 比较拥挤的一些场合的时候 一些女生也会被 当时会觉得 哇塞 这段经历真的太刺激了 庆幸是当时去的 因为当时确实 大学生还不太懂 不知道那个地方挺危险的 同时又比较庆幸是那个时候去 是因为 还是比较值得的一段旅行经历 因为你会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人生 一种不同的一些社会形态 一些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那边 那为什么后来去到了巴西呢 因为就是印度的这段经历 很丰富的 就是想着说 毕业以后能不能换一个国家 再去体验一下再不一样的一种文化的生活 所以当时巴西我也非常向往这个国家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来说 是一种比较内向 比较内敛的一种性格 但是巴西大家都知道 他是巴西人就是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就是热情 所以我感觉对我的性格来说 是一种互补 我觉得说能不能通过在那边的生活一段时间 能够让我的性格 能够有一点点的改变 他从巴西回来的时候 他完全是变了我的人 我真的是有一种可以说他见到我的第一刻 他给了我很大的拥抱 而且他说话想着突然变得很大 然后我就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 整个生活的环境就改变了 因为巴西人真的特别特别热情 就是他每次见面都会有一个就是亲吻里嘛 就是特别是男生对女生 然后他会有拥抱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真的有被吓到 因为特别不适应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种文化 就是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保持着一段的距离的 但是巴西人 人跟人之间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 所以就是久而久之 从最开始的不适应 到慢慢慢慢变成 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性格的人 我觉得挺惊喜挺意外的 父母来机场接我的时候 我也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之前我从来都不会以这种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吧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说有很多受宠若惊的感觉 彻底变了一个人 就是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竟然会点着点着 他会突然想到说 你不是喜欢吃那个什么什么菜吗 我当时真的非常的驚喜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 他跟我说你喜欢吃什么菜 我突然发现我被他重视了 有这么夸张吗 有这么夸张 肯定是还是在巴西 然后呢 我就是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意义有关系 然后跟巴西人的一些接触 就他们对我的那种爱 颠覆掉了我整个的人生观 因为我在那边也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到了那边 然后我自己家楼下 他就是一个教会 然后呢 我的跟我在那边 就是帮助我的一个小伙伴 他就是一个教徒嘛 基督教徒 然后他周末 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 他经常会带我去教会 去做一些礼拜 跟他们的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就是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然后当时会 当时第一次进教会 我觉得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不适应 因为我自己本身 国内就是一种 无神论的一种社会的文化影响 我会比较排斥这些东西 那当时是只是说 图一个新鲜 去感受一下教会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那后来久而久之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 我真的能从他们的身上感到那种爱 就是那种爱 我觉得真的是 不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 他这样去爱你 而是真的是人与人之间 那么非常纯粹的爱 就那种爱 我甚至会觉得 就是像父母爱孩子那种爱一样 就是那么夸张 就我还记得 因为我在巴西也是 算是一段实习嘛 那我住的房间 可能条件不是特别好 他是住那种气垫床 我住了半年的气垫床 然后呢 我的那些教会的朋友 就是听说我住的这个环境不太好 他们会 就是邀请我住到他们家里面去 然后他们也只有一个床 他会让我去睡在床上 然后他们自己去睡地板 然后他知道我伙食不太好的时候 他会就是 会经常去买一些肉啊 什么的来给我吃 然后 虽然他们自己其实也挺穷的 就不太有钱 因为巴西人你也知道 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是特别高 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吃完用完的 也不会有任何的积蓄 但是他们也为了我 能够改善一些伙食 然后特地为我去这样做 激进的一些准备 真的让我还挺感动的 发现这段时间应该是我 任当中的一个最快乐的一个时光 因为我真的是感受到 人跟人之间最纯粹的那种爱 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的不富裕 但是精神生活是非常充实的 非常富裕的 后来也是让我重新思考了我今后 就是应该要做一份什么样的职业 到底是做一份比较高大上的一份职业来说 还是说踏踏实实的做一份 就是能够改变自己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就是会让我有很多的一些思考 后来又去美国留学 还是两次读了两个硕士 这是怎样的一个决定 去美国留学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自己本身也是想要 就是做一名就是英语老师嘛 所以当时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选择了说教育学这样子的一个科目 系统的学习就是教育学的一些理论 然后英语教学的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方式 把这些方式带到国内来 去做一些改变 去影响我的那个城市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方式 我们这种城市 像英语资源也相对比较溃吧 对 你需要跟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去比的话 那应该算是比较落后吧 一些教育理念上来说 还是停留在一些硬式的一些教学方式上 第二个硕士学位是什么 学了我大学本专业挂钩的一个学位 就是政策分析 然后因为我本身从高中开始 一直学的都是政治学嘛 所以我本身对这块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 想要在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个系统的学习 就是通过一些数据分析的方式去学习 因为当时数据分析的这块还是蛮蛮火热的 那你觉得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第二个硕士对我的挑战来说应该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整个学习的东西 我需要花费非常多的力气 第二个硕士读下来就头发都掉了很多 因为天天熬夜写论文 要看很多的 因为要看很多的一些论文 然后呢 要学习一些很多 我不太擅长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一些经济学的一些东西 要学微积分 然后要学这个宏观经济学 还要学这个数据分析 然后要需要通过一些编程的方式去学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文科生嘛 所以要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跟清一色的美国人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学 特别是我在上课的过程中 但凡只要提到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话题 都会被我们的这个教授Q到 毫无准备的条件上要上台 跟全班同学去分享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 所以当时真的是 对我来说是不小的一个压力 这个硕士读下来 对我来说挑战虽然很大 但是收获也是非常多的 一年之后的暑假会被要求说 要到一个机构 特别是一个国际组织里面去做一段实习 也去申请到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实习项目 对我来说也是挺意外的 因为它确实门槛挺高的 你可能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相对来说会比较国际化吧 所以他们也很亲近 他们就是录取了我 进入到那个联合国这么大的一个 庞大的一个组织里面去工作呢 确实也是货挺多的 我当时是作为一个研究助理 然后帮助我的这个上级主管 去完成那个联合国的一些 人类发展报告的一些数据研究 也算是能够把我所觉得的东西 能够运运到工作当中去了 你进到联合国之后有一些跟你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还挺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哇联合国特别的高大上 就挺fancy的一个工作 然后但是你真的进到里面去呢 我感觉做的工作又是挺平凡挺普通的一些工作 进去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但是你真正在工作场合用到的那些工作技能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基础的 就像我们当时学的这个数据分析 我们已经用到了比较好的一些软件 但是联合国的那些工作的这个模式 可能还是维持在用Excel的那种方式在工作 工作的这个内容上来说 我觉得自己也可能只是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面 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螺丝钉的一个工作 施展的这个余地不会特别的多 但是大家都会很想往去那边 因为他确实工作福利特别特别好 他担心休假的这个天数就很多 工作相对来说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所以很多人挤破头都是很想去 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催生女要回到洪州洪佐了 只是一个英语老师 因为我知道你太爱去世界各地走一走了 大县这个经济对我的影响 就是整个人生观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吧 就之前可能一直想说 跟大家一样去到一线城市 然后去做一份比较非常高大上的一份职业 或者去外企或者去同行这样子 确实我如果我要去生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走了那么多我看到那么多 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一名老师 能够激发出我对教学的这个热爱的嘛 特别是当你看到你因为你的教育去改变一个孩子的一些习惯 改变他的一些观念 改变一些想法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份工作太有价值了 我会觉得自己的意义才会得到体现 那你觉得中国教育现在在教学上面 你觉得缺了什么了 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现在普遍学生都很累 就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真的算是 当时觉得挺累 但是现在看来对比而言已经算是非常轻松了 因为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累了 就是每天学习都学到十一二一点 然后早上六点就叫起 多大的学生啊 初中生高中生 甚至有些小学生也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周末是全都排满了各种各样的补习课 他甚至连自己一点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社会普遍大家都很卷嘛 就家长卷 然后学生也卷 老师也卷 所以整个氛围就会非常非常的卷 比美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方式 我真的感受印象还挺深的 那像现在有非常多的AI的英语学习软件 做一个英语老师 你觉得你会被威胁吗 完全不会 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自己的学生 我也会用到一些AI的软件 特别是一些作文的批改 他会把你的作文批改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甚至比老师批的都好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节省了老师的一个时间的 提升了老师的一个效率的 老师会不会有危机感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应该是不会被替代的 因为教育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简单的教你一个技能 或者教你一些知识就这么简单了 它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去人 去影响人的一个过程 因为学生有的时候他学不好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家庭上的一些因素 家教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学生心理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他的认知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是需要通过你用各种方式去 对孩子进行一些引导 特别是跟家长的一些沟通去处理的 所以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上完一门课 就结束就这么简单 就是背后就是要付出很多的一些沟通 一些引导 还是对学生的一些一对一的一些咨询吧 今天非常感谢岳来跟我们分享 他自己的一个生命故事 不管是他之前的一个游历呢 还是他现在作为英语老师 金德吧 我觉得在他的故事分享当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抓到了他自己的生命的课题 他想成为一个change maker 这也是他自己找寻到的一个价值和定位 对不对 期待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观点类的分享 能够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 大胆地走出去 在一种文化冲击里面可以打破认知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吧 我觉得不需要去顾虑旁人是怎么看 或怎么评价的 我也希望说我们台湾的观众 不只是知道湖州做好 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说 湖州这个江南水箱 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然后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影片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